为庆祝农历新年 去年因为疫情而停办的年度旧金山农历新年花式和大巡游 今年重新恢复了 这是1月29号和30号两天在中国城举行的年校花式 吸引很多民众来走走看看 今天我就是在这个旧金山中国城多板街上的农历新年花式 今天出席的那个来的人呢还是非常多的 比我想象中的还多 看来大家对这个节日气氛还是蛮重视的 新年的发财树 好多人在这边买过年的鲜花 花式活动还设有表演舞台 有舞龙舞师 杂技表演 唱歌跳舞等文娱活动 旧金山交通局的摊位也有很多人 来询问中央地铁的启用时间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今年秋季应该可以正式载客营运了 而且MUNI公车服务也将恢复到疫情前8成5的水平 除了年销花式 今年的农历新年大巡游也将于2月19号星期六举行 而19和20号周末两天 中国城这里仍有接会活动 所以来旧金山的朋友们可以先逛逛接会 然后再看巡游 而且旧金山滑步花园角停车场还有停车福利 整个2月都可以免费停车两小时 之后再按小时计费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有关旧金山农历新年的一些活动信息